第161章 我给你烧纸了 啊 我好像是被水冲走了 醒来时 已在农户家里 贺林川只得含糊应答 山中无日月 这是过去多久了 快一个月了吧 盘龙荒原很大 贺林川被水冲去下游 在哪里待上十几二十天 都不奇怪 胡明也没有多想 我们都以为你没了 还给你烧过两回纸钱 你再不出现 下个月十五还烧给你 贺林川拍拍他的肩膀 谢了 那你听见没有 听见什么 烧纸前十 我把孙俊守为什么 要带着捕兽家跑路的原因 一起告诉你了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胡明也在嚼住油渣 你没听到 我说呢 怎么总觉有人 在我耳边叙叙叨叨 贺林川恍然大悟 原来是你 但我真莫听清 当时拔铃人后远赶到 而他们的最后一重车阵转眼 就要被突破 贺林川就与胡明约定 谁活着回去 就将孙俊守带捕兽家 跑路的原因找出来 烧纸前告知对方 只是一时兴起 随口戏言 胡明却认认真真照办了 贺林川也不知自己心里什么滋味 反正在侧应军里 还没感受过 他抓起酒杯 一口梦干 孙俊守到底为了什么 那俩捕兽家可不轻拿 纯熟铁打造 每个重量都几百斤 当时成破 孙俊守还要费人力马力 拖着两个大铁疙瘩上路 到底图个啥 属实好笑 糟鹅腿上捉了 胡明抓了一块慢慢啃 孙俊守到了盘龙城后 轻点加私 发现少了那两个捕兽家 就不干了 还要我们去河谷给他找回来 嘿嘿 微诚都没了 他还以为这里是自己的地盘拿 可以作威作福 萧筒灵里都莫理他 也不知道孙俊守最后自己有没有 派人去找那两个铁疙瘩 不过 我找他手下打听过了 孙俊守家 原本只是猎虎出身 祖父用这两个铁夹子 补过两只猛兽 一只是狼腰 另一头更离谱 是游荡盘龙荒原西部多年的白魔王 白魔王 贺灵川根本毫无印象 六十年前 白魔王是盘龙荒原西部潭之色变的雄王 据说是一头成了气候的大妖怪 喜欢吃人 曾经吃掉几个村子的活人 微诚前后出去三四次除妖队 只有一两人活着回去 孙俊守的祖父 发现白魔王时 他以精气绝而亡 浑身上下伤痕累累 显然捕兽家给了他最后一击 白魔王的皮 胆 长 牙都卖出高价 孙家就靠这个发了笔横财 开始支半田产 老头子请人来算 说是自家走运 全靠这两个铁兽夹子 因此 他们把兽家好好 藏在祖辞里面 后来孙俊守的父亲 买了个官方淘汰的废矿山 买之初的铁矿纯度 竟然还很高 你也知道 武器和粮食 就是盘龙荒原上的硬通货 所以 他家毫无疑问 又发了一笔财 到孙俊守这一辈 就不必说了 他本人都当上了俊守 你就说 这两个铁夹子 旺不旺吧 看着胡明不怀好意的眼神 贺灵川可莫把 旺 自脱口而出 只笑道 果然是两个好玩意儿 顺带住还救了我们一命 若非受加给力 夹断了孟山的腿骨 他们想挡住这个猛人 恐怕要付出很大代价 是啊 所以 孙俊守逃难 也带着他俩 希望好运气 能一直跟着他们家 胡明一拍大腿 哎呀 说不定 就是丢了这俩玩意儿 孙俊守的日子 才不顺利 怎么 他家在盘龙城南 买了一套很气派的豪屋 住进去才发现 原主人将他冲底了不少钱 跑路了 现在债主 拿着欠条上门 管孙俊守要钱呢 不给钱就打官司 胡明拧了一口酒 还有 他是带着三四百个城卫军来的 盘龙城不允许私人携配 这么多武装 只给孙家留十个护院 余下的全部要打散 编入城守军 赫灵川摇头 孙俊守现在一定派人满河满谷 找那两个铁夹子 他嚷嚷着 要找钟大人平领 可惜 这里 不是他说了就算的威城 胡明 懒洋洋道 这些年来 附近多少豪贵 都搬来盘龙城 求一方狗安 还想作威作福的 大有人在 嘿嘿 那都是响皮吃 盘龙城的屋舍很贵吧 伙计端来了猪头肉 熏卤的 还拌了香菜 听到两人议论 他格外自豪地插嘴 那可不是 整个盘龙荒原 只有这里最安全 每年都有大量外民迁来 谁不向往平和安定的生活 盘龙城最安全 吸引的人口自然最多 贺林川好奇 这魔多人 都安置得下 眼下还行 城里早就住满 赤帕高原地方大 人多也好肯荒开矿 钟大人说过 人少了 盘龙城才危险 战争的第一要素 必然是人 胡明又道 盘龙城的房屋 分作十五等 其中毫无有五等 但就算第一等毫无占地 也不能超过十亩 民宅有九等 以上这些 基本都供管理 将士及百姓居住 官方分配 只有第四和第五等毫无 可以自由买卖 还有一种呢 贺林川只听到了十四种 还有一种称左卧居 就是奴隶和战俘所住的地方了 贺林川表示理解 毕竟盘龙城 一直处在战时状态 和普通地区人 钱 物自由流通的情况不同 这里颁布的律令 带有强制性 管控性 他叹了口气 活着就不容易了 盘龙城还被迫 选择了高难度玩法 听他一声叹 胡明就看了过来 我听说你是图苏人 他的却对萧统领说过 贺林川点了点头 你以后会定居盘龙城吧 从胡明的角度 都找不到说 不 得理由 贺林川一口酒一口肉 含含糊糊 有这想法 做个梦就进来了 算定居吗 那好办 你协助威城平民 撤退有功 当时萧统领就说过 加闲 加量 加甜 盘龙城 一直是个赏罚分明的地方 这些奖赏 都放着墨跑 晚点我带你去领来 喝多了酒 两人开始熟络 胡明就拍胸脯包办 贺林川一呆 我在这里 也要有闲有产了 升职加薪买地 一步到位 也太快了 美得像做梦 他前世 也就这点追求 我不对 他现在就在梦里 胡明拍拍他的肩膀 在盘龙城 有军功就有一切 拿命换来的功劳 当然值得重赏 想建功立业 打仗最快 那是当然 两人互敬一杯酒 贺林川又想起了一个人来 对了 孟山怎么处置 那撕给大风军造成很大麻烦 但被捕兽家卡断腿后 就动弹不得 大风军卸掉他的武器 就默再理会他 当时肯定是忙不过来 不知事后如何处理 一刀剁了 哎 不至于 胡明笑道 红将军看过他 任卫是可造之才 就给关起来养伤了 他的腿被加太久 险些就俱了 恢复起来更慢 他会归降 目前还不愿 后头可说不准 胡明道 盘龙城收纳过不少降将 自有一套心得 就没有再叛逃的 贺林川奇道 人心一变 说不定出个三姓家奴 胡明笑了 目前没有 说到这里 贺林川还有个疑问 已经揣了很久 对了 我京城实践到门卫宽松 人或财物 很轻易就能通关 盘龙城 就不怕间隙闯入吗 最紧固的堡垒 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 这一点 卧林关奇马证明了两次 可是盘龙城 毅历三十二年不倒 一直就没出过这种岔子 不止贺林川 后世各国都好奇 他是怎么办到的 不怕 胡明加了一块猪头肉 细嚼慢咽 对盘龙城心怀叵测者 刚过城门就会原形毕露 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谁也不清楚 反正你只要知道 这一点就够了 奸细探子 就是没办法从正门走进来 贺林川常常嗷了一声 显得半知半解 当然 他心底想到的 就三个字 三狮虫 这时候 终圣光已经仇神成功 弥天神会赐了大放虎给他 纳摩三狮虫 就是极有力的工具 用途多种多样 只要运用的荡 盘龙城如虎添翼 贺林川目光微转 对了 红将军是何时出现的 嗯 差不多三年前 也就是说 盘龙荒原再三 四年前又变成非的了 如果从中圣光 只掌盘龙城 开始抵御外武 来单独计时的话 纳摩现在应该是盘龙历十五 十六年左右 贺林川暗自摇头 母国太弱 对戍边的军民来说 真是莫大的痛苦和煎熬 狐明又道 说起来 盘龙城许多新规定 也是三四年前才开始颁布的 比如 我刚刚跟你说的宅地等级 原来只有三四等的 现在拓成了十五等 诸如此类的规定 又多又细 你慢慢就知道了 我一直好奇 红将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很殷勤地 给狐明又续了一杯 摆出虚心听交的样子 狐明举杯就赢 说不上来 总之 等你见到就晓得了 第162章 升职加薪有房 一步到位 贺林川黑了一声 还跟我卖关子 不是卖关子 实是不好形容 唉 狐明感慨 我读书少 词穷 既是这样 贺林川也不追问了 却如胡明所说 如果今后 他还进盘龙梦境的话 终能一见红将军 倒不必急于一时 他这久半又笑道 你这个问题 加入航武的新丁 有一多半都会问呢 还有些人 直接就是冲着红将军的威名 才入伍的 红将军到底从哪里来 贺林川 拿走最后一块猪油渣 你又要说不知道 这个谜底 恐怕只有钟大人知晓 两人聊得欢畅 笑得放肆 反正整个酒家 都是纳磨喧嚣 在这个梦境里 贺林川才发现 自己退掉了保护色 彭扶回到一边吹牛 一边喝冰阔乐 一边撸串的学生时代 无所不谈 真是卸掉负担 一身轻松 好久好久 没有这样惬意自在了 自从他变成贺林川以来 酒足饭饱 胡鸣打着格 爬起来付钱 而后拖着贺林川往外走 他腿脚不便 找了一辆旅车载 两人去工勋部 胡鸣在路上 给贺林川解说道 工勋部 专司工勋的记录与发放 是盘龙城 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分座军工与民 有两司 我们现在要领军工 就去军工司 贺林川 有重土包子 进城的赶脚 打仗有军工好理解 那平民的工勋 怎么的来 难道是战场后勤立功 那不是 凡与战斗有关 一律算在军工司里 就算百姓发现奸血 也能继领军工 所谓 民有 即是百姓服药役 多交粮审 外拓营商 也能累计功劳 用来换取钱 才买不到 或者贵得要命的东西 比如房屋 工法 丹药物料 蒲翼名额 贺林川一呆 蒲翼名额 也得用功劳算 那当然了 在盘龙城 想找人伺候你 可不是人家同意 你出钱就完事了 胡鸣笑道 能换取四等民宅的功劳 也就能买一个蒲翼的名额 这 这磨难 贺林川想到黑水城的刘宝宝 区区一个商人儿子 家里就有小妾三个 蒲丁十二人 外界妇人随手可得的享受 在这里难如登天 外托营商是什么意思 出盘龙城 往别的地方送信 或者做生意 胡鸣问他 你进城之前 看见商队没有 见到了 很不少 贺林川在看道路两侧 商铺一家挨着一家 获利兴旺 远胜黑水城 外貌如水 滋润城池 若是没有外来商货 盘龙城 大概就没法经营的这样红货 他甚至还看见了戏楼 红管坊和赌坊 一切有条不紊 又生机勃勃 很难想象 这是在一个战争阴云 常年笼罩的城池内部 凡战争所过之处 不该是生机凋敝 百姓流离嘛 盘龙荒原战乱不断 所以 外托营商很不容易 值得嘉奖 胡鸣正色道 巴林国针对我们的商路 围堵过好几次 想将盘龙城困死 那机杖都打得非常惨烈 他接着又解释 从前这些莫做好 母国连盘龙荒原 成为非帝 孤玄西部都不知道 钟大人痛定思痛 决心令我们不再孤立 说到这里 胡鸣忽然几眉弄眼 自从扑一名鹅 都要用功劳才能换取 盘龙城的心声 突然就多起来了 大伙没事 就在家里生孩子玩 这可把高层乐得合不拢嘴 也不知算不算意外之喜 打仗嘛 第一要素肯定是人 像盘龙城这样 常年征战的城池 想方设法促人口 就是重中之重 贺林川一正 啊这 有什么关联吗 当然有 胡鸣黑黑一声 你想啊 既然不能雇人 家里活迹又多 你自己实在干不完 怎么办最实惠 贺林川不确定的 生孩子 对啊 多生鸡个养到七八岁 你不就有人手了吗 还是免费的 根本不必给工钱 只要你给口饭吃就行 比牲扣还好用 还听话 再大一点 就能出去给你干活了 钱归你 不好吗 贺林川翻了个白眼 既然这魔有道理 那你生了鸡个 我 还没有 胡鸣脸色微微一红 急时吗 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 不急 贺林川斜眼看他 该不是连对象都没有 还没相中 没相中 胡鸣吉吉一指前头 那我们到了 快下车 工薰部是这条街上最大的建筑群 就立在湖边 青墙灰瓦飞檐 三开间的门脸 进进出出的人员很多 走进那六扇黑漆大门 里面一个廊堂 后面分左右两条路 各通往军公司 明佑司 胡鸣当然带他往军公司走 越往里 建筑分得越细 贺林川才知道 军公司底下 还有个鼠 比如 都军鼠负责在战场后方 督导军队 斩杀逃兵 并且战时 战后 都要记录军功 回来才好当作赏罚的依据 而贺林川 要去的彭城署 就是发放军公奖赏的地方了 这是个二十平建方的屋子 三张桌子后头 坐着三人 墙边的柜子 顶到天花板 全放着各种文书不及 胡鸣走到最靠窗的桌边笑道 刘公曹 我带兄弟 来领功了 刘公曹放下笔 名字 胡鸣一连串爆了出来 贺林川 上个月三日 在细庆河谷断后 诸威城平民 撤往盘龙城 肖茂梁校尉指挥 贺林川今日方知 肖统领的职贤 是校尉 刘公曹业务熟练 到后方柜子里翻了翻 很快拿出一本册子 打开来看了看 嗯 贺林川 不是本地人士 图苏人 跟着一起逃难过来的 贺林川脸不红心不跳 评价是做战勇猛 心思灵巧 你们队伍做战人少 尖敌人多 人物重 损失的平民少 又有红将军亲自首签 所以功劳从大 嗯 按群功论算 你可得木屋一套 银三十两 连锁青甲一套 乳酪五金 嚼烟五两 青牛区中等水田两母 这些念想 刘公曹也是倒背如流 你若不虚无舍 兵甲 还可以兑换其他物资 贺林川孝竹颜开 全要 不虚换 多谢 胡明陪他走出工训部 又坐上原来那辆旅车 往贺林川新得的屋子而去 贺林川得的奖赏都很轻便 房屋填射就是两张地契 刚得的青甲 他直接就穿戴在身上了 那三十两银子真是及时雨 否则他在盘龙城身无分文 寸步难行 也没那魔厚的脸皮 总去胡明那里白吃白喝 所谓 木屋 并不仅止建材是木头 而是盘龙城的民宅 分作九个等级 从高到第一次是 银腾铁西千水木珠 这个蛋腾的等级名字 是谁想出来的 他就想吐槽 不过贺林川只凭一次军功 就越过了最低等的 土屋 拿到 木屋 已经算不错了 对于一个外乡人而言 不过他上次豁出命了 也才拿到这点建树 可见在盘龙城 要获取军功不易 也从侧面反映出 盘龙荒原上的战斗 紧张而频繁 一次两次军功病 不能让人衣食无忧 想给自己 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将士就得奋勇作战 青牛区比较偏僻 鱼车走得又慢 胡明喝欠连天 连打了两个盹 贺林川却不敢合眼 唯恐昏昏沉沉之下 就退出梦境 那下一次再进来 可不知道等多久 一个多时辰后 他们终于到了 走下旅车 站到木屋门口的那一瞬间 贺林川恍惚以为 回到了异式的家 挤挤擦擦的平民区 不平整的路面 清一色低矮的房屋 你家的墙 就挨着我家的院子 对面两户人家 甚至共用一堵隔墙 夜里夫妻俩鼓鼓掌了 隔壁家打孩子了 那都是现场直播 每个细节听得一清二楚 分配给贺林川的房子 木门还算结实 但锁头有点问题 有时能开 有时不能开 两人走进去 发现里头结构非常简单 就两间屋 大间睡人 小间做饭 此外 附带一个小小的院子 与其叫院子 不如叫天井 因为它是个被两边邻居各站去一角的四边形 面积最多就是五个平方 多一个水桶都放不下 前后左右都是别人家 这就是木屋 可别说 贺林川还挺怀念的 自己变成贺林川之前 也是住着大都市的小出租房 面积没比这个大到哪里去 那土屋的是什么样子 湖明网院里的水缸一只 土屋就一间房 更没这院子 好吧 贺林川更正 土屋才更像自己前世住的房子 湖明又指点他道 乳酪 嚼言都是集市上的紧俏货物 你若用不上 可以拿去换钱 至于水田 若不想自己耕种 可以租给别人 收益四六分成 你占四成 但盘龙成还要抽税一成 你出 如果你手里的田产达到三十亩以上 税收就要升位两成 如想降回一成 可以再用军功抵算 再用军功 抵算 贺林川苦笑 是谁整出这摩多花活 中指挥使 胡明清咳一声 功劳是好东西 越用才越知道 他紧缺 你很快就知道了 第163章 第刘江的药方子 贺林川没话说了 盘龙成这是要把所有人都变成生产队的驴 现在盘龙荒原大量外民涌入盘龙城 莫土地 有劳力 要磨打偿短工 要磨荡田客租种田地 才能养活自己 胡明笑道 所以 你的田不愁莫人种 我和彭成鼠都可以帮忙牵线 贺林川听到这里急道 那就麻烦你了 土地 房产都是珍贵的生产资料 在盘龙城用钱也买不到 只有军工或者民工可以兑换 这就是明摆住的分配制 后来者想在盘龙城站稳脚跟 就必须为这座城池努力贡献 而大风军将士上阵杀敌 必然积攒不少田产 平时也没有经历自己打理 那魔 交给田客 来耕种 就再好不过 地主有收益 田客能喂饱肚子 大家各取所需 这魔说 他在梦中的盘龙城 也正式晋升为地主了 贺林川拍拍胸膛 有众莫名的得意 真是奇了怪了 他在现实里 是堂堂下周总管的长子 别说吉姆伯田 就算是庄子 酒楼 商铺 赌方 想买哪间就买哪间 想买几间就有几间 为时魔法没像梦里阵魔 有成就感 至于嚼烟 也是烟液的一种 先熏口 再用糖浆浸泡 使用拾取一片 进嘴里咀嚼就好 不用点火 烟的作用 不需赘述 军队允许士兵 执行任务时 用它提神 所以 这东西 一向都是硬通货 贺林川打算留着 缺钱时再卖掉 当然他不会忘了 最要紧的一件事 对了 我想习剑 你能指点一二步 胡明的剑术了得 指哪打哪 贺林川想到 仙灵村的战役 几次 都因为自己不通剑术 才使任务难度 被动拔高 不练不行了 指点个三四 都没问题 胡明也格外爽快 说练就练 他坐去椅子上 让贺林川 把垫在饭锅下的 小铺团取出来 钉在院子墙上 金烫 他是陪贺林川收房来的 不是干假 所以 没把弓箭带在身上 但不防是 他从后腰 削筒各抽出一把小刀 递给贺林川 先把准头练好 无论飞刀还是剑势 你站去屋里射 贺林川接刀 回屋 瞄准 一刀甩出 只见寒光一闪 扑团上前前进进 空无一物 射到墙角去了 迎住胡明的目光 贺林川老脸一红 咳了一声 一不小心甩脱了 误差太大 看来得从基础交起 胡明实事求是 也没安慰他 从间 请 必 指各处如何发力 如何协调开始解说 他讲述的心得都从实战来 异常宝贵 贺林川听得格外专注 有老师傅点拨 这种机会不常有 最后胡明总结 无需去想 如何瞄准 如何发力 而目利所致 刀剑所致 几位大臣 你每天飞刀 或者射箭牵刺 慢慢就能练出手感了 他拍拍贺林川肩膀 对了 未来有什么打算 盘龙城虽然安全 想在这里活得舒坦 却不容易 这问题 贺林川 其实在一个多月前 就想好了答案 当下毫不迟疑 我想加入大风卷 要进就进最好的 这不仅关乎情怀 好奇和热血 他还有更深一重考虑 贺纯华升任下周总管后 也要举兵支援北方战士 去跟大司马 或者循州目对线 贺林川跟着上战场的机会很多 比起大军交战 他经历的官兵打土匪 就像过家家 为了自身安全 他要尽早适应战争的残酷 尽快积累战斗经验 梦里的战损 不会带回现实 这般天大的优势 他怎么会错过 胡明笑了 行 明天我就找萧头提 看他能不能举荐 不过 你要有心理准备 大风军不好进 大风军是盘龙城的王牌精锐 能入选的兵员 都是优中选优 贺林川刚到了巨县 外头街上 忽然响起当当当的敲锣声 有人大喊 接口宣讲 接 口 宣 讲啦 胡明听了 急对贺林川道 一组四季罗响 上头有急事要宣布 我们出去听 官方发布公告 都会去客流密集的指定地点张贴告示 公报 但很多人不识字 还得配备专门的人宣讲 把官方的精神传达贯彻下去 敲锣也有讲究 罗声越密集 事情越着急 贺林川耳利好 彭腐听见远处同样也有罗声响起 显然接口宣讲分段分路口 要在大范围内加紧进行 什么事情 这样十万火急 人群也被罗声吸引 飞快聚集 贺林川陪忽明走到对街 布告官器灌丹田 声音格外洪亮 三日之内 天降地流江 街中指挥使手令 惊起三日之内 盘龙承宵禁 须时至迎时 承明归乌 不得出户 为者已聚闹论处 断义指 上脚地流江 致功勋不辙 论功行上 这人跟报十鸟似的 每过斩查功夫 就会将以上内容 大声循环三次 中间要解答平民疑问 这样宣讲半个时辰 才离开街口 贺林川听到 地流江 三字识 就聚精会神了 周围百姓也在窃窃私语 脸上神情都是欢喜愉悦 倒霉多惊讶 讶异的是贺林川 他随胡明转身道 怎知地流江何时会治 这你得问钟大人了 我可不知道 胡明耸了耸肩 算上未来三天这一次 地流江已经是三年四次了 预报都很准 误差不超过两天 所以 百姓基本确认 未来三天会有地流江 都欢天喜地等着 至于公道里提及的警告 听起来处罚很重 平民踏出户外半步 就要被斩首指 但贺林川亲眼见识过地流江 怎样激发人性的贪欲 倒觉得 丑话说在前头 很有必要 若不加防范 届时 城里不知要闹出多少惨案 滋生多少仇恨 盘龙城时刻 面临外敌入侵的压力 当然 希望军民都拧成一股绳 内部矛盾越少越好 虚实开始宵禁 你早些把吃喝买好 千万不要出门 有空去屋顶 树上收集地流江 上交给功勋布 可以折换成功劳 胡明笑道 不参与战斗的平民 要弄到功劳不容易 所以大家都欢喜得很 贺林川挠了挠头 我怕我忍不住喝了 那可千万要忍住 这宝贝 哪能直接喝 胡明哀了一声 至少制成要散吞服 那效力至少翻个倍 贺林川这一喜 非同小可 哥 好胡哥 你知道怎么练制 当然了 这又不是什么机密 盘龙城早就宣讲过地流散的制法 还不止三五次 贺林川听着外头接心的大嗓门 一时难以想象 这样宝贵的药方 在盘龙城居然唾手可得 平民都可以随意练制 胡明忍不住笑了 你那是什么表情 我还以为 贺林川乃然 是了 这也没法子强制上交 干脆就谁拿谁用不管了 法不择重 要是人人都聚而自用 盘龙城根本没办法处罚那么多平民 索性把药方公布 让大家好好使用 这等瑰宝不浪费 平民是一个城市的基石 他们体质增强 哨声病痛 对于盘龙城来说 也是重大利好 胡明随口 报了一串药材名称 但说到一半时就打住了 怎么 哎呀 我干脆带你去找阿洛 胡明拍拍脑袋 他就住这附近 阿洛 贺林川茫然 你忘了 他曾给你我处理伤口 贺林川一下就想了起来 当时自己一手骨折 就是那位兼职义务兵的队友 给包扎固定的 有这么一位军医阵场 队伍的持续作战能力会大大提升 他是单数大药师 贺连琛的养子 学会不少医术药理 胡明站了起来 我给你念的配方 只是人人通用的大路火 阿洛可以给我们量身之方 效力更佳 那感情好 当下贺林川就由胡明领路 往街区深入 阿洛军工不少吧 他又是单数大药师的养子 卫石魔还住在这样的街区 这样的宅子里 这街区满是低矮的屋舍 一栋紧挨一栋 密度很大 居住体验感也很差 有的屋顶上 还打了好几个颜色不同的补丁 大概是不知道第几次漏雨 唯一值得称道的 就是外部街道平整 可容三驾马车并行 而这主要为了平时运输 战时运兵方便 阿洛范过错 把过往积攒的军工都拿去抵光 才没被砍头 所以又要重新开始 胡明只提了一句 却不细说 只探口气道 人心险恶呀 贺林川左顾右盼 现在这路上来来往往全是人 比他们方才乘车来时多了好几呗 路上突然这么多人 都是因为地流江 那当然了 谁都知道配方 这时候就着紧去抓药囤着 等住配置地流江 看来 铺子里的草药又得涨价了 咱也得赶紧买 不然 药材一天就有三五个价 阿洛的缺住得很近 胡明主拐走位之前就到了 他举七拐杖去敲门 买只杖头还没碰到门板 木门倒是 支呀 一声自己开了 有人一步踏出来 杖头就险些戳到他嘴里 这人吃了一惊 往后一跳 胡明收杖道快 干笑一声 你干什么去 第164章 修行的曙光 对方长的白镜 圆脸圆鼻子 贺林川记得这张脸 得确就是战场上的医务兵阿洛 阿洛瞪了胡明一眼 买药 别挡我路 没看他正忙吗 我带和兄弟来找你 要个地流浆的方子 阿洛看向贺林川 眼里也有迷茫 不知道这是哪一号 显然他没有主角光环 能让人过目不忘 胡明咳了一声 和谷之战 他断了膀子 我断了腿 都被你裹得像粽子 还记得吗 阿洛常常 哦 温医生 原来是你 他伸手抓起贺林川胳膊 轻按两下 满意道 体质不错 比他恢复得好 贺林川心说这就不对了吧 那可是骨折 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 就算有灵药救治 也很难个 把月就完全康复 胡明就是立正 他能快速痊愈 是因为自己活在现实 进出一次梦境 之前梦里受的伤 就被抹消了 这阿洛精通药理 却不觉得奇怪 想来是断刀在作祟 看来这毕竟是梦境 或许有些不合理 就生生变得合理了 阿洛又看胡明 只有他要方子 胡明搓了搓手 一脸陪笑 要是方便 你给我也开一个 不方便 贺林川轻咳一声 时间宝贵 阿洛不是还要出门抓药 我给你俩开方子 行 阿洛看向胡明 但是我练地流散自用的药材 你来报销 他反手一指自己的小木屋 我现在穷 缺钱缺得紧 行吧 行 胡明撇了撇嘴 不就是花点军功 哥哥我有 阿洛让他二人进门 各自问诊好慢 又检视贺林川的真力运行 最后给两人各开一方 他这里比走龙蛇 倒不像一般大夫那样男人 贺林川对比两副药方 果然有好几位不同 阿洛飞快写好 把药方往两人手里一塞 再说了药散的文法 什么容器都行 最重要的是不用金属瓶罐 贺林川一一牢记 然后递了个小包过去 里面包着口嚼烟一两 这东西拿来做人情倒是真不错 收了他的谢礼 阿洛的脸色也好看多了 你比姓胡的会做人 下回病痛缺药 还可以来找我 贺胡两人出了门 往回走 胡明就叹了口气 阿洛从前不是这样的 不过他现在人也不错 触久了自然之道 他又道 我看你院里那棵树 树叉伸到隔壁家去了 天黑前寄的把过界的枝叶剪掉 否则那上头粘到地流浆 就不好界定了 前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两户邻居交好十多年 为了树叶上的地流浆大打出手 人脑子都打成狗脑了 最后一死两伤 活下来的还得被抓去做苦力 盘龙城不太抓人去坐牢 因为他不欢迎任何吃白食的 一旦被判有罪 犯人们多数会被发配去矿山 陆桥 物流做苦力 女犯则是制衣 种田 逢博 反正都不会闲住 另外 最近少出城 地流浆落到荒原上 一定会引发兽群和妖怪骚动 野外很不安全 胡明挠了挠头 上回地流浆出现以后 仙游国有个军营莫经验 傻缺缺的 直接把营地扎在平原上 结果被牛腰领着上千头躁动的野牛 直接踩扁踏平 死伤无数 贺林川笑道 工薰部拿到地流浆如何处置 也是炼城晚散 今晚开始全城戒严 城内城外 有专人专法收集地流浆 据说 他们上次在河边弄到了拳头纳膜 大一块地流浆膏 百姓既然都被禁足在家 纳摩街道 广场 市集乃至整片赤帕高原降落的地流浆 官方都可以任意收集 并且地流浆的保鲜时效很短 这就考验组织 调度和运输能力了 他们用地流浆能练出来的药物可就多了 生机生血 恢复疲劳 甚至冰死掉命的 五花八门皆有奇效 还有一种轻浴膏 修行前服用绿豆大小的一粒 那可不是事半功倍 而是三倍以上的效果 就是价格太贵 要大量军功才能换到 他叹了口气 我就磕过一磕 效果好的嘞 终身难忘 赫灵川眼巴巴看着他 轻浴膏的单方呢 没有 我又不是钥匙 胡鸣笑骂一句 听说这城里会得不超过三个人 阿洛也不会 哦 谈不上失望 这就是生活 对了 说到免费 我差点忘了一件钥匙 胡鸣正了正脸色 你习的什么基础功法 家传的土纳法 称作 牵引术 不是城系统的修行总纲 不是 这也是赫灵川最郁闷的地方 只是最基础的一点心法 赫家也莫传下多少好玩意儿 这门心法赫家父子三人都练 尤其原身练得最勤快 也没见练出什么特殊能耐 上线有点低了 那好 那太好了 你很干净啊 胡鸣拍拍他大笑道 方才我们去过的彭城署对面 就是提振署 专理各众神通法诀 赫灵川这一喜非同小可 当真 断刀当真贴心 他正愁修炼无门 他就来送温暖了 官方推行的基础心法有五门 你去提振署 自有专人给你测试后推荐 胡鸣指点他 基础心法向所有盘龙成人开放 免费教习指导 其他各类神通修行法诀 就都凭功劳换取了 对了 提振署还会 不定期请高手 大能来传到授业 各门各类都有 多数都不收入场费 千万不要错过 赫灵川听得眼里放光 这不就是明师讲座吗 还是公益的 并且以盘龙成的调性 不大可能糊弄着来 请到的明家必有干货 他恨不得现在就出门 直奔提振署 可是两人聊到这里 太阳已经吸血得厉害 今晚就要消禁 这里距离官署又远 胡鸣还得去抓药 也不能多带 要我帮你多配一副药材吗 不用 赫灵川今天进账三十辆银子 于是很大方帝 雇了辆马车 送他回家 走回自己的木屋 赫灵川往床上 四仰八叉一趟 噗 扬起不少灰尘 床很硬 翻个身都嘎吱作响 赫灵川还能闻到 淡淡的霉味 这地方很久没住过人了 但他心情却出奇地愉悦和放松 在传奇之城 他居然也有家了 从此有了立足之地 未来可期 闭言假妹的时候 他忽然想起 老龟邀给自己的三句寄语 其中一句 虚中探食 是不是就指盘龙梦境呢 断刀不会无缘无故 拖他入梦 或许他在这里 能够找到破局保命的办法 对待这些梦境 他要更认真 更上心才好 这回默认打扰 赫灵川自己醒了 一看卧房很宽敞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就回到现实了 断刀没让 他在梦里待到天黑 同时他也忌起 自己是服用地流浆后 调息修行 才进入了梦中盘龙城 赫灵川从枕下磨出断刀 辅着他道 为什么突然抓我入梦 是因为地流浆 侧应军刚撞上几十年一遇的地流浆 梦中城也给他 拟画了相关内容 凑巧的事 多了就叫做人为 断刀当然保持结末 没有任何回应 不过赫灵川低头 刚好看到自己井上的神谷炼坠子 最后闪了两下红光 上次他从梦中城醒来 这东西也在发光 他就想到 梦中城的军民 好像总是先往他胸膛看一眼 然后才面露善意 又有小贼想偷取神谷 难道 这东西变成了 他在梦中城的通行证 赫灵川发了会呆 突然一拍脑袋 唉 怎么把最要紧的事情忘了 他整整衣服就出了庄子 骑马直奔双合阵去 这十天又快黑了 他一次浮江调息 就用去了三个时辰 替他守门的卫兵 真有些惊讶 连大少都这样勤奋了 二少爷也只用了个把时辰 同伴嘿嘿一笑 说不定大少睡住了 月上柳梢头 赫灵川才回到庄子 全家都吃过晚饭了 并和多数人一样就紧 偶有几个巡逻兵 在庄子周围晃荡 赫灵川连对了几个口号 才走回住处 而不是刷脸通行 可见守卫还比较严格 他没直接回屋 而是去厨房生火 顺便弄来一个小瓦罐洗干净 加了些盐下刚取来的无根水 足足两斤蜂蜜 以及他仅剩的所有地流浆 然后 就是他从双合镇买来的五味药材 这些药材来之不易 虽然都不是什么稀罕物 但价格竟是黑水城市价的五到十倍 沃林关大战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 虽说往来的商贸 给饱受战换的双合镇 回了一点血 可本地名声依旧凋零 粮食 药物这些基本物资缺口很大 他跑遍所有药铺 区区五味普通药材都配不起 最后两味药材 还是他托药店掌柜 从往来客商那里买来的 价格当然不便宜 虽然花了点时间 但这些药材 已在铺子里加工过 该成粉的成粉 该包皮的包皮 都倒进去一顿脚盒 然后他再取出一枚硅株 一块蝉酥 捣碎了一并放进去 第165章 打牢基础 龟珠是他取自仙灵湖洞底的巨龟 几百年来修炼的精华 除了妖丹之外 巨龟都将它们化成了灵珠 既然是给自己用 那他当然不能小气了 直接就是一枚龟珠入药 至于蝉酥的来透 也不一般 乃是河套船行走盘龙沙漠时 大国师孙扶平 从跳上船的紫金马身上取得的 说白了 他们也是蛤蟆 只是被大方胡银想发生变异 但身上 耳后一样会分泌姜叶 将其制干就是蝉酥 孙扶平食货 把两头死去的紫金马 扔下船之前 先取走了有用的部分 没料到自己临死前 被贺纯华打劫 宝贝都便宜了仇人 两斤的土蜂蜜和地流将下罐 糖水一下就变得浓稠 有些搅不动勺子 无味药材下入 糖水就变成了浅黑色的 并且非常浑浊 贺灵川直到他开始冒泡 才将最后的龟珠 蝉酥粉倒进去 说来也怪 灌里的液体 本来又黑又泛油光 像沼泽里的泥坑水 可这两样东西一加进去 颜色居然开始褪躯 从浅黑变成了暗棕 浅棕 最后 它变成了不太均匀的暗黄色 不会吧 怎么是这个颜色 贺灵川举着烛火照灌底 越看它越像 它不死心 又煮了半盏茶功夫 可它就是不变色 这一轮炼制 算是到头了 再说 灌里的液体 现在已经粘稠的像麦芽糖 用筷子可以嚼起来 再煮就糊了 阿洛交代过 炼出来的地流散 品质越好 颜色越漂亮 最成功的便是金色 赤色 赤金色 最不济 也是该是深绿 贺灵川最后练出来这个颜色 说实话连及格都很勉强 若是阿洛在这里 说不定 看得一脚 踢翻它的罐子 没办法 谁让它是出戈呢 当然最可能的因素 就是从镇上买回来的药材 质量不好 贺灵川拿着筷子 小心翼翼 把药膏从罐底刮了出来 暗黄色的药膏就在竹块上缠了好几圈 越缠越是粗壮滚圆 这色泽 这形状 唉 他还得吃下去 就算他明知这是个什么东西 要下嘴也怪难未情的 谁让他有洁癖呢 贺灵川闭了闭眼 吃 嗯 味道还不错 挺甜的 也没有怪味 他又扎没了两口 哪知做饭的火肤 这时突然光着脚从后躺赶了过来 手里抓着一口铁锅叫道 谁在这里 谁 他半夜起庚 突然听到这里有动静 敢偷吃官家的东西 小贼你 啊 火肤脚步猛的一顿 却是贺灵川下意识回头 火肤的语调也硬生生一扭 一扬 是大少啊 那没事了 他善善一句 给了贺灵川一个面如满月的微笑 脚跟打转往回走 刚转过头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了 贺大少手里拿着什么 嘴边沾着什么 他没看错吧 不至于不至于 大少什么真羞 美味莫吃过 喂食膜偏偏要 可他转眼又想起家里养过的狗 我不是 贺灵川想解释 但这人脚底像抹了油 叫都叫不回来 我没有 就算说破嘴皮 人家能信 他只能默默将筷子上的药膏做完 起身回房 哪只才走一半路 肚子里面咕噜咕噜 突然一阵脚痛 害他险些直不起腰 起笑着 这磨快 可怎么见笑 在这个方面 贺灵川来不及多想 半截道冲去了茅房 才蹲下 就是气罐丹田 一顿惊天动地 茅屋外头液气的雀鸟 都差点被吓飞 好在来得匆匆 气也匆匆 贺灵川站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浑身都舒畅轻快了 好像一下子瘦了个四五斤 别人吃地流浆 包括他自己精神服用地流浆 都是肚子里一股热流 想要赶紧调膝 怎么这地流散浮下去 第一反应却是蹲坑 差一个字 差这磨多 贺灵川根本提不起勇气往下看 赶紧咬水洗手洗脸 往回走 这磨一迈步 就觉得脚后跟向安乐的弹簧 走路都带飘 这众身轻如燕的感觉 比精神调膝完毕 不对 是刚睡醒时都舒服 回到屋里 贺月已经睡沉了 不知道是不是地流浆的功效 向来连睡觉都很矜持的老二 今天居然也打起了轻微的呼声 贺灵川坐到床上却无睡意 毕竟他才起来没机个时辰 罢了 修炼一会儿吧 他起身拿了个圆蒲团 找块安静地方坐了下来 月光如水 洒在身上格外温柔 四周的虫鸣比昨晚响亮多了 但影响不到他 贺灵川刚把气息调匀 就入定了 比平时快不止一筹 这一打坐 诱过四个时辰 贺灵川在睁眼时 天都亮了 东边的阳光直照在他的脸上 院子外头站住两个守卫 想来是贺春华家派给他的 免得被闲人打扰 守卫见他起身 赶紧转身道 恭喜大少 贺灵川正想问喜从何来 一阵风吹过 他忽然闻到一股紫恶心味 就像臭鱼烂虾傲在码头上积添积夜 虽然比不上香团子 但足够让人褪臂三射 比如这两个守卫就硬生生退开三大步 贺灵川低头秀了秀 才确定臭味是从自个儿身上飘出来的 拉开一镜一看 皮肤表面居然覆盖一层浅黑色粘液 恶心恶臭的 手臂上 胳膊上 腿上 哪一哪都有 应夫人刚好路过 隔着三丈远 捏住鼻子喊他 臭死了 川快去沐浴 热水都备好了 还好 厨房后边的屋子里 机支木桶一字排开 热气腾腾 刚跳进去 贺灵川身上的粘液入水化墨 一下就染黑了大半桶水 他无奈 只得另换一桶水 这样联洗五桶 前后打了四次灶子 又用上大毛刷子 身上的黑油才彻底趋近 贺灵川泡在热水里 只觉浑身毛孔都打开 热气在五脏往复循环 说不出的惬意 等他沐浴完毕 洗净更衣 更有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力量的错觉 像是一伸手就能把天都打出个窟窿来 贺灵川知道 这重状态出现 才代表自己 服下的地流浆 真正起了效果 人刚出生时 清静无暇 后在红尘着势中打滚 先天灵气散去 慢慢积攒起后天会购 人心机构 养出三师 人身机会 托号本源 长此以往 难脱病 老之苦 心境变化 且不说他 修行者要登堂入室 第一步就是去后天于购 是自身重返清静之地 这才能为以后的高歌猛进 打下基础 多少人治在这一步 就是因为 会几本源 相生相伴 普通条件下 根本驱除不静 除了给完鱼 冲开灵智之外 地流江最宝贵之处 就在这里 这层黑色粘液被排出 就标志住贺灵川 借助地流江之力 一举功成 底子打好了 修行才能事半功倍 贺灵川伸了个懒腰 浑身骨骼 咯咯作响 像闸开一串小鞭炮 他心里却有几分惋惜 其实昨晚匆匆赶去双合镇 买来的药材 质量普通 年份不足 最终成药的效力有限 到头来 其实都靠着蝉酥和龟猪提借 阿洛也告诉他了 盘龙城针对地流江开发的药方子 除了头一次用能一斤伐水之外 最重要的 却是用它来催发和放大其他灵药的效力 地流江是什么 它的本质 就是纯化的天地灵气 世间一切生命的精华来源 进入生物身体循环后 它会为机体的运行和修行 提供最温室的环境 原本无论是蝉酥 还是龟猪 里面蕴含的力量 对于鹤灵川来说 都丰沛的近乎狂霸 尤其前者 还有剧毒 直接吞服 很可能导致它经脉胀炼 暴体而亡 但现在 它有地流江的护持 这二者的力量 都被龟拢得服服贴贴 至少在未来三个月内缓慢 顺服于它 真正完成 由外力道挤身真力的转化 有了地流江的增幅和稳定作用 能用它做出多少药剂配方 这其实充满了想象空间 鹤灵川就感叹 自己做出来最粗陋的地流散 都有这般奇效 那磨盘龙城专业的药师们 用地流江制出来的各种奇药 威力又有多大 可惜啊 那都跟它无关 要能搞到要方子就好了 嗯 其实最难搞到的 还是地流江吧 积十年一遇的机会 就这磨过去了 下次再见地流江 又不知得等到何时 话说回来 为何盘龙城时期 就有三年遇到四次地流江的机缘呢 纯粹碰运气 贺春华等人在毛屋外做成一圈意识 见贺凌川夺来 都是一阵 虽说维持一贯以来的吊儿郎当 但这丝目透金光 虎不狼瞻 旁人都不敢进 以至于贺春华生起个念头 这真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 可惜贺凌川一开口就破功了 来晚了 好像连午饭都莫赶上 调息完毕 肠胃也缓过来了 现在饿得咕咕响 贺春华只得吩咐手下 去给他弄点吃的 贺凌川自行找了张主义坐下 身边吴绍仪立刻拱了拱手 恭喜大少 奠基完成 不管修行术法 还是武道 蓝路虎一般的高门槛 贺凌川已经迈过去了 吴绍仪经验丰富 一眼看破 第166章 乱上加乱 贺春华等人 纷纷动容 当真 当真 贺凌川按了按拳头 得意洋洋 谁让我天赋一柄 旁人还真没有意义 昨晚天降地流江 大家雨露均沾 除了几个别的幸运 众生灵分道的精华 都少得可怜 塞牙缝都不够 运气最好的 也只长了几十天的修位 贺凌川却借着这摸点 地流江 一举奠基成功 不是天赋一柄 又是什么 贺春华摸着下巴笑道 你年纪小 身体会够少 容易洗发干净 像我和吴富江这个年岁 再得三四倍的地流江 也没法子一经法水了 吴绍仪长叹 奈何这便是机缘 地流江上次出现 是六十年前 他已经比多数人幸运 虽然勉强赶上了 但他年过五旬 乃像贺氏兄弟这样 风华正貌 年轻就有更多机会 年轻 就是一切啊 贺月的羡慕 溢于言表 哥 你长了多少修位 少说有个三五年吧 贺灵川转头 去催贺春华 老爹 你答应我的功法呢 他的基础越航越实 却没有衬手的功法 一直在虚度光阴 现在从盘龙成蜜的希望以后 他就想来 试一试贺老爹 贺春华笑道 都不合你用 去了下周再收集 谁料得到你义军突起 贺月之招 我听说立足于下周的川云阁 名气很大 提倡弟子术 武奸修 这些年门下屡县高材 大哥不若去那里试试 贺灵川来了兴趣 你是说 让我败入道门 有何不可 贺月眼里有光 荡平沃林官的无敌无大将军 就是简阳门弟子 师从前云上人 各国王庭都有道门中人 数量很不少敛 道门传义 龙统分座数 五两道 乱世众武 诸多名将都是以武入道 今修五道 至于术师 这就不用多说 甚至贵咒子弟也要涉脸 最起码修点神通 以求长寿 在这个世界 神通养身养得好 活到一百三四十岁 不成问题 当然了 贫苦人家 不配有这种机缘 贺家的幕僚 墨蛇敬轩也扶掌道 二少说的是 像川云阁那样的道门 在下周盘踞已久 树大根深 倘若大少败入齐门 于大人 来说是一大助力 贺林川按道这丝 吃着我家的饭 果然世事 都站在老爹的立场考量 贺春华刚 要去下周走马上任 在那里毫无根基 一切关系要从头打电 若能得到本土强大道门的支持 肯定能更快站稳脚跟 并且 今后大人麾下的人才 或许也要从川云阁这些道门中搜罗 贺春华听得目连低垂 不知可否 贺月和其他人都不晓得 父亲是怎么个态度 倒是贺林川眼皮一撩 原来我拜入道门 就能给老爹提供助力 那我今后娶媳妇 是不是也要好好筛选一番 只要有权有势 哪怕是个二百斤的肥婆也行 墨蛇敬轩神情一致 大少 这等牺牲大可不必 贺林川撇了撇嘴 贺月笑了 就听墨蛇敬轩接着诱导 下周好山水 本地豪贵荡中 把龟秀养得如花似玉 温文秀雅的 有的是 没有二百斤的肥婆 贺月忍不住插嘴 先生有所不知 我大哥不中意 瘦弱文秀的女子 贺林川侧目 是吗 我不中意 呵 他咋不知道呢 来了这抹酒 莫说以红微脆了 他连姑娘家的小手 都莫摸过几次 真是一趟失败的穿越 没 没有吧 墨蛇敬轩知道 这小祖宗不爽了 只得赔罪 大少 是我失言 莫要献怪 他们这里胡砍一番 贺春华也没有出声 直到众人都收了话语 才轮到他慢悠悠开口 就算川败入道门 也要慎之又慎 川云阁人数不过两千 声名不达越难 倘若 他今后前途不可限量 直入川云阁 就是屈才 还是老爹格局大 贺林川眼睛一亮 都城才是各路神仙 打架的地方 是啊 我贺家驰早要重回都城 不会数 由于下周 下周绝不是他们的终点站 贺春华看了看远山 此事欲速不达 得精挑细选 吴少仪也道 武道与书法大有不同 心法 招式 武技都只是基础 最重要的 却是实战 书法神通 可以温敦修养 武道却要在千军万马中淬炼 以杀正道 大少你看我 看卢要 其实都不是武班出身 却曾斩杀冤国七名武将 你信不信 我们的基础 可莫他们扎实 这话旁人都不好接 毕竟这厮杀的是本国将领 所谓大盗质检 耐胜 能杀人即可 吴少仪呵呵笑道 我们有原力护铁 是一般术法神通的克星 若对方原力不降 术师在我们面前 就是若鸡 乃需要纳摩多花巧 贺纯华也赞同 无论军书 还是治国策论 来来回回 就纳摩基部 要是通读通辈有用 人还怎么奋出高下 关键还看自己的领悟 穿尔莫及 我们会有计较 话到这里 众人都无意义 而贺纯川暗暗一笑 接下来 贺纯华又叮嘱 曾飞雄等人 地流将如 还留存人间 到早晨 效力也结束了 红川上行船 就会少点麻烦 我们天亮以后启程 去风陵渡搭船 说吧 长叹一口气 地流将积十年一遇 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什么意思 贺纯川不懂 地流将天才地宝 什么时候 来都不晚 他指了指吴少姨 看 连老吴都能多活今年了 方才走过来时 他就看见吴少姨 面色红润 印堂的亲戚 都淡了不少 这人用秘术 换掉虫伤 却没有逃过死结 只是延长到 三五年后罢了 可地流将来了 哪怕两手 也给他酷竭的本源 又灌一口活水 吴少姨点头 是啊 老天开恩 我兴许又能多活个两年 从前打打杀杀 毫不在意 突然 今生剩下的时间 开始倒数了 他就觉得 西境沸里的每一口空气 都香甜得很 五重之中 只有人泪讲礼法 守之血 但就这样 双和阵 昨晚都死了不少人 地流将突然现世 飞禽走兽 从鱼争相抢食 恐怕不久以后 大渊就会吆喝丛生 像仙灵湖水灵被杀 心妖入主之事 要层出不穷 这时 火夫端着盘子过来了 大人 厨房余料不多 只烙了鸡章饼 除了一打烙饼之外 还有一碟豆酱 贺灵川也不客气 拿起巴掌大的饼子撕开 战桌酱就往嘴里送 那火夫看他看得目不转睛 贺灵川美好气道 瞧什么 你喜欢看人吃饭 火夫嘿嘿一笑 跑了 他先前说料不够了 蛋饼还是反复揉和鸡刺 又舍得放油 烙出来的饼又香又脆 足有四五层 并且里面还加着肉末和榨菜丁 贺灵川啃了两口 好吃 但总觉少了点什么 他站起来 去厨房里翻翻找找 一转身 脸上的笑容就没了 他醒来就打定主意 要从盘龙城学习心法 方才提起这事 不过再做试探 果然老爹又推脱了 这不是头一回了 贺纯华为什么不想让儿子登堂入室 惊喜武道 那香贺纯华也接着道 帝刘将对寿 腰的作用立竿见影 比人类更快 蒙昧的也受开了灵质 有道行的妖怪修为又在增进 不知要给当地人惹多少麻烦 吴少爷想了想 雨 兽刚便喂妖 活泼狂妄 不知人果法则 有时就会以人喂食 我少年时住在云婆州 那里算不得太平 但当地的山泽情家约束 妖怪与人类相安无事几十年 但突然有一天 云婆州有好几个村人遇害 遗骸都被啃侍 县里派人验过 认定是细耻的猛兽所谓 县里就组织了打狼队 把山里的几十条狼都打了 可没过多久 又有人遇害 贺林川调整好情况 也走了回来 手里抓着一根绿油油的大葱 烙印卷大葱 就要这个味儿 他啃了一口 嘎吱嘎吱 若无其事 狼是无辜的 一共发生了四次 起初凶手只在夜晚出没 在偏僻地方袭击 后来吃的人多了 胆子也大了 居然光天化日袭击村落 生海者来报 人们才知道 食人的不是野兽 而是周着里 当刚修出了腰身的大泥 怪不得找山泽无用 原来是漆在水里的怪物 地流江当然是好东西 但翻网过记载 地流江现世以后的 半年内必有动乱 不是人祸就是妖宰 这便叫做福祸相依 墨蛇尽宣凯然 如果大渊还在鼎盛之时 单凭气韵 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压制下去 令他们不敢作乱 但现在 话不必说尽 大家都明白 贺月也低声道 国之不兴 必生妖孽 在座的 只有贺林川能吃能喝 慢不在乎 别叹气了 那跟我们有什么直接关系 明天太阳还从东边升起 天塌下来也有高盖顶着 这副没心没肺 就很贺林川 别人都见怪不怪 只有贺春华看他一眼 只怕这回要我们去顶 第167章 飞禽走兽 速速归位 贺林川一惊 庞扶手末拿稳 剩下的小半截葱根 顺势掉到地上 关我们什么事 国内的妖物兴风作浪 倒也罢了 最大的隐患 在北边 这话说出来 莫哲念生和吴少仪神情异景 几乎一口同声 妖国 在北边和大渊接壤的 就是妖国 贺林川原生喜欢听书 对国内大事或许不甚了解 但其堂怪论却听了不少 其中不少提到北方妖国 人类立国称作人国 妖怪立国主事 当然就是妖国了 人与妖自古就纠缠在一起 人灭妖 妖吃人 往复循环 人类立国 可以集八方之力去抵御妖类 尤其学会原力的用法之后 单打独斗的妖怪 就更不是人类对手 所以 妖族也集结起来 学住人类那样建立起自己的国度 这个世界有不少妖国 大渊北部就有一个 也几乎是举世最降的一个 其名位 贝家国 但渊人只称其位北方妖国 大妖的寿命普遍很长 因此 妖国的国作往往也远胜人国 北方妖国六百年前就存在 一直屹立至今 而赫灵川脚下这片土地 以金术一起主 但凡事都有例外 尤其帝流江的出现 时常都会打破常规 每一次帝流江出现 妖国都会有剧烈动荡 免不了影响周围 贺纯华皱眉 仙灵湖的恶妖 就是因为妖国一主 才难入冤境 在我国兴风作浪 妖国局势变动不久 突然又遇上帝流江 恐怕内部乱上加乱 这么说话间 外头来人通报 大人 苦竹县宋检来了 贺纯华接过信来看了两眼 去回复 就说 我们明早 一定从旁略阵 信使走后 贺约才问 略阵 要做法 还是起教 帝流江县 群妖蠢动 苦竹县明臣 要不测妖告示 贺纯华正色道 我作为王廷命官 离应住之 应夫人走了过来道 我刚听说 十五里外有个村子 京城遇袭 情妖入户 偷走了孩子 贺凌川接口 午后 双和阵也有人被蒙袭击 丢了两个脚趾头 这还是卧林关附近人烟稠密 偏远之地更不用说了 墨蛇静宣探导 帝流江降临 后果不全是好的 所以 苦竹县才要你善闻 驱恶妖 先小之以礼 警告兴妖 不要猖狂 如不听 下一步就是动之以舞 贺纯华站了起来 今晚都早点睡 鸡鸣前出发 刺臣 侧应军按时赶到封灵渡 百姓早后在这里 准备为官 苦竹县令 带领香绳迎上前来 与贺纯华一顿寒暄 而后 陈十三刻就到了 苦竹县令令人取肥猪五口 攻击十五只 活于九筐 至于水边 自己站在渡口的大石上 展开一件文书 大声宣读 单论他个人的声音不大 还有些呀 可是从他开声起 腰间的设计令 就发出明亮的光 今日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 晴阳高挂 贺凌川就看见 风铃渡上空聚起 若有若无的一团亲戚 定睛再看 这些亲戚 就从下方苦竹县的平民 香冰身上来 也从贺纯华带领的 侧应军身上来 阳气冲炼 苦竹县令突然 多 一声高鹤 鹰波乍向四面八方 竟将领海术波推的 阵战不止 洪川的水面 也是波涛汹涌 庞腐底下 有大大小小的漩涡急流 他究竟念了什么 贺凌川病 没有很用心去记 只知道 那都是花团锦簇的 四六篇文 对仗工整 韵律朗朗 唯一的问题是 不知道成了腰的鸟兽 到底能不能听懂 好像对文化水准 要求不低啊 别说是妖怪 有些字句 连他也莫听太明白 反正 贺凌川自行翻译一遍 就是苦竹县 警告附近 新长城的妖怪们 不要在乡民的地头上 撒野 尤其不许吃人 这样 妖与人 还能和平共处 尤其各山则水灵 约束飞禽走兽的责任 还要进一步落实到位 谁的地盘 谁包钱 谁料挑子 谁下岗 供奉和原理 就都没有了 他越是宣颂 风铃渡上方的 氢气越浓 等到苦竹县令 最后机子铿锵完毕 将文书点燃 往前方江面一抛 天上的氢气 忽然下沉 呼 地声掠过文书 文书也在沙纳间化为 漫天火星 这二者相遇 氢气就注了火 映红了半边天空 贺灵川这才看出 这赫然是个巨大的清冤幻影 身长二十丈 一展三十丈 碎火后 就变成了通体燃烧的火渊 一声震慑人心的长鸣 掠过山林江面 繁其过处 无物不燃 灵 土 石 水 盖不能免 众人所立出源是山清水秀 转眼间就变成了烟火事件 山林里立刻有百兽出逃 群鸟上天 鱼月水面 都是惊恐万壮 不过火源盘旋一圈 即飞入云霄不见 风铃渡大火遁吸 连一丝青烟都莫冒起 贺灵川定睛一看 两丈开外着火的小树 从之到夜 都是完好无损 苦竹献令大喝 飞禽走兽 速速归位 如是再三 在设计令的加持下 深圳四眼 神奇的是 百兽好像听懂了 转过身 慢悠悠回自己原来的位置 去了 只有两头大熊夺了出来 张开血盆大口 向四周咆哮一番 周围平民见状 赶紧后退两步 这东西也太可怕了 但两头巨熊并不惜人 只是向县令点了点头 各叼走一口肥猪 他们站起来尽两丈高 浑身油光水滑 不是用榜大妖元能形容的 就是近四百斤的肥猪 他们也抓得轻松惬意 贺越低声道 一般来说 首先出来叼走贡品的 就是本地山泽 这说明 他们接受了苦竹县令的通告 后面就要干好自己的职责 有山泽表率 林帝的妖怪 就上前取悟 有一群狼 合力弄走了一口猪 几条黄鼠狼抓了鸡 最令贺林川不解的 是林子里 夺出一大群山羊 当着众人的面 吃掉了十几条鱼 两只鸡 等一下 山羊也开荤吗 还是说羊腰什么都吃 吴少姨低声道 不奇怪 有西域人告诉我 在他们风俗中 山羊就是恶鬼变出的假象 天上的飞禽 也降落下来 取了筐里的鱼 那是呼啦啦好大一群 翅膀带风 寻常情类 根本不敢离人那魔镜 只有水里没石磨动静 贺春华上前问 水灵莫来 红川这一段的水灵 可能前阵子 在卧林关大战中陨落了 苦竹县令叹了口气 水灵排位已经断了 只为空虚 我们需要新的水灵 说吧 他吩咐士兵将剩余的活生 都搬到不远处的五星潭去 那儿也是一片蟹湖 远离主航道 贺林川跟过去 见士兵走上战桥 将活生都推入水中 只留一口肥猪 原本平静的潭水 突然就沸腾了 时不时有巨大的棋 嘴翻出水面 旁人没来得及看清本体 他们又下去了 潭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漩涡 现在贺林川明白 这是水怪在底下争动 有时候冒出来的是水炮 有时候冒出来的 是血 暗红或者暗绿色的血 他问贺月 这里原来的水灵 莫不是被咱们的老乡石咬死了 贺月苦笑 八成就是 巨鳄印红向前之妖参战卧林关 他虽然是水路两气的妖怪 但竹场肯定在水里啊 红川原来的水灵 受官方测封 跟起义军对筑干 鹅妖肯定不能容他 这祸好生猛 至少干掉了两个水灵呢 他自己还是被北方妖国赶出来的 想到这里 贺林川就有些神往 不知道听书时听到的那些了不得的旷世巨妖 是不是真存在于北方妖国 贺春华也侧头 小生加入他们的议论 苦竹县原本的山泽不是那段飞雄 原本的山泽也被杀了 贺林川炸蛇 在这里任山泽水灵 真是高危职业 不 没死 那是一头斑蓝虎 贺月其道 那今儿没出来 不合适吧 今天这摩重要的日子 山泽水灵要帮助地方官维稳 同时展现自己对地盘的统治力 这才能震慑星妖 使之不再未患 苦竹县令 先前借用设计令 消耗了大量原力 搞出来火焰纳魔大阵仗 也只在敲打那些 不知天高地厚的新妖怪 让他们知道 人类的厉害 不敢再以人类为食 这不仅是为了官方 为了人类 也是为了自己后边的统治 能顺利 所以说山泽水灵 一般都会积极配合 据说是谢人离开 去往北方妖国 贺林川奇道 为食魔 那你得轻去问他 贺春华笑了笑 但若我说 乾隆不会永远再冤 众人说话间 五星潭的风波 也残残平息 水面出现许多文献 有时还是高齐 看起来众多水族 已经离开 这时 有一条大黑鱼 游来静暗 箩筐大的脑袋 朝着县令 一动不动 贺林川看见 他身上不少伤痕 苦竹县令问他 其他水族都服气了 大黑鱼上下点头 你愿意接手水灵之位 宝风铃渡行传平安 大黑鱼又点了点头 第168章 盘龙荒原淋雨至 苦竹县令 当即代表冤王亭 封他为红川水灵 取来文书一挥而救 让他用大后鱼 纯盖了个账 自己再取出冤前 观印盖窗 窗一盖 大黑鱼身上 清光一闪 标志着流程走完了 新水灵诞生 士兵这才将最后一口肥猪 推入水中 黑鱼咬住他 一下沉入弹心不羡 苦竹县令 也有些疲惫 过来向贺春华致县 要莫测应军从旁加持 他的阵仗 也耍不出这么漂亮 新的水灵归位 红川也就太平多了 于是 风铃渡可以重新开渡 后在边上的客商 都欢欢喜喜地登船 趁着一点 空闲功夫 贺铃川到风铃渡口 到处转了转 发现距离渡口 三百多丈的沙洲上 藏着一棵格外显眼的老槐树 这里槐树多 贺铃川的目光 却能第一时间被他吸引 只因这树确实特别 它是雷积木 这棵老槐 原本就很粗壮 树身四人环抱 也不知生长了多少年月 结果被天雷看不顺眼 劈了击道 顶部的枝干全掉了 整棵树叉 点成了焦炭 不过 生命就是那魔顽强 老槐焦黑的 生机全无的主干上 居然又发出了心芽 尝成了新的枝干 新枝新干比母树要小很多 但从头到尾 都是欣欣向荣 活力充沛 贺铃川总算知道 老龟妖所说的 附生老槐树 是什么意思了 得确一眼 就可以看出来 并且 它是 生长在沙洲上 远离闲人 它来到树边转了几圈 没发现树洞 倒也不气馁 树洞要是那魔容易 就被它发现 那也同样会被其他鸟兽打探 贺铃川在胶树干上摸了几下 找到树根的凹陷处 取断刀开始挖沙 沙土松软适中 贺铃川越挖越深 很快 它就发现 树根底下的却有个大洞 但平时被沙土掩埋 只有几个螃蟹 在这里头打盹 它把螃蟹丢出来扔掉 拿出龟蛋放进去 想了想 又弄些水草 铺盖龟蛋 而后在它边上 放了一小瓶丹药 好人做到底 而后 它重新回填沙土 把树洞完全盖住 水流会接手下面的工作 将这里完全抚平 就像从前一样 看不出树洞存在的痕迹 做到这一步 它就完成了龟腰的托付 就此别过 它胆掉手上的沙 也明白 龟蛋卫视魔飞选这里孵化 这颗老怀能够枯木逢春 生命力必然十分强韧 这也是龟腰二度出壳 需要借助的力量 或许 龟腰原本就在这里长大 毕竟 槐树比它还老得多 这十何月在远处招呼兄长 哥 开船了 有缘再会 希望那时你 已经寻到修行的康庄大道 贺灵川拍拍娇目 起身走了 侧应君也在风铃渡上船 乘着滚滚江水 往石环城而去 贺灵川伸了个懒腰 从床上坐起 他还在犯迷糊 外头就有人高喊 贱 口 轩 讲 好熟悉的吊吊 伸出去的手 差点就忘了收回 他往窗外一看 天快黑了 缸里的水满了 缸 他记得自己 在船上入睡 最后听到的动静 来自于水浪轻拍船弦 而不是嘈杂的街道 也就是说 他又进入盘龙城 并且 贺灵川三步坐两步 窜到门口 往街星一站 果然听见的内容 还是地流江江志 盘龙城从今晚宵尽三天 这么一套说法 也急是说 他接到了上一个梦的后续 不可思议 现实里都已经过去四天了 梦中的盘龙城居然 只过了不到一个时辰 这两边的时间流速差 真是好随性 太阳已经下山 他哪儿也去不了 但边上就有一家酒寺 他冲进去买了几坛酒水 回家就把酒倒掉洗净 准备盛装地流江 他再把水缸也倒干净 又将锅碗瓢烧 等所有容器都取出来 摆在院子里 他还记得胡明的交代 将院子里的数据 断两根大树枝 免得长臂伸进邻居的地盘 这些刚办妥当 外头槽砸生起 像是无数人在欢呼 贺灵川走出屋子一看 下雨了 清雨 一回生 二回熟 他知道 这就是地流江 盘龙城的预报好生精准 竟然连这样奇异的天象 都可以把稳了慢 更让贺灵川惊奇的是 这一回降下来的地流江青 相方复依旧 但远比现实里更绵稠 颜色也更深 这才担得起一个 江 字 现实中的地流江 那是毛毛细语 飘到谁头上算谁中大奖 但在这里 地流江竟然达到了小到中雨量级 贺灵川身长 不一会儿就接到了好几点青涩的雨露 他忍不住尝了尝 真香 深埋心中的贪欲 一下子就爆发了 但贺灵川既有精力又有准备 强行将冲动压了下去 跳上屋顶 屋上的瓦片被他翻了过来 暂时连城好击到凹槽 地流江越击越多 慢慢的就顺着凹槽流了下来 被他用酒坛子接住 虽然只是涓涓细流 但攒多了价值连城 邻居也搬了两个坛子 爬上自家屋顶上收集地流江 见到他的操作大受启发 赶紧照抄作业 也去摆弄瓦片 贺灵川则发现他拿面筋捂住口鼻 绍文一点地流江奇特的香气 对于压制前藏的寿星很有帮助 也赶紧效仿 大家都胀得脸红脖子粗 却强忍着多贪多战的冲动 地流江三年内来了好机会 多数人已有应对的经验 知道只要忍住一时 后头就有丰厚的回报 贺灵川还听到孩子嚎啕大哭 居高临下一看 有两户人家早将小孩绑在桌边 不许他们到处乱跑 脚踝大局 这时 沉重的脚步声从贺灵川门口经过 伴随着低沉的咆哮 他低头一看 竟是一头机关兽 沿着街道不紧不慢前进 这东西外形和大小都像虎豹 两只眼睛冒绿光 乍看之下 还有些圣人 他看似埋头走路 但无论谁家 疑似打架 或者争吵 机关兽都会凑过去 前之八强 再挠一挠门 发出两声怒吼 震慑居民 这头机关兽离开后 约莫展一柱香功夫 又有另一头机关兽 巡逻至此 如是交替 要不是正在努力 与自己的贪欲 做斗争 贺灵川真想竖起 拇指赞一声 周到 这机关兽 想必是盘龙城官方 放出来巡逻的保安 对他们来说 最不可信的 就是人性 最可靠的 反而是武力 此时活物 都耐不住 地流江的诱饮 只有机关兽 这般死物 不为所动 继续执行 原有任务 能够自行巡逻 定位 恐吓的机关兽 不知道是出自 哪位大能之手 果然 贺灵川很快就听到 不远处传来 摔谈杂冠的声音 有人大喊 有人大哭 也不知是谁 耐不住 对地流江的 极度渴望 与旁人大打出手 人性果然不能放任 机关兽一声怒吼 贺灵川就听他 沉重的脚步声 迅速远离 那个方向 很快就有几声 惨叫传来 但随即 就没了动静 想来是动手的人 受了处罚 这一幕 也很好地 警示了周围的居民 就在全城人的 反复煎熬中 时间慢慢流逝 这一回天降地流江 比贺灵川上一次 经历的时间更长 直到东方 记白财 完全停止 贺灵川 把树上的地流江 都刮取下来 在江柱羽的 瓶瓶罐罐 都归拢一处 互相倾倒 最后挤满了 一九尊的地流江 设紧盖子 香气消失 对人的吸引力 也消失了 贺灵川 这才常常 欲出一口气 抹掉额上的薄汗 艰难的一夜 已经过去 大家开始享受 胜利的果实 望着手中的九尊 贺灵川 有点犯难 从梦境中 获得的地流江 对他现实中的本体 不该有提升作用 毕竟这一切 都是虚幻 那么最理智的做法 还是上交这一夜所得 去工薰部 那里换取功劳 胡明说过 功劳不易得 但他可以换取 最珍贵的东西 这一场天降低流江 就是他的意外所得 当然 这都需要证实 贺灵川想了想 揣着九尊出门了 天亮以后 宵禁结束 但初来走动的居民很少 多数人还窝在家里 清点战利品 他找到一辆勤快的旅车 在自己去往胡明的住处 一路上 他看到好几处被烧焦 被砸倒的房子 还有承守军往外抬人 或者清理现场 看来 即便有机关兽巡逻 即便盘龙城三令五身 即便这里有严刑立法 即便盘龙城居民 在常年战争中 已经可以做到另行禁止 人性的贪御医 就会找到突破口 胡明住在西屋 虽然同样是明宅 但比赫灵川 还高四个等级 这里道路宽敞 街巷干净整齐 绿树红花随处可见 家家户户都有小别院 面积至少是赫灵川那木屋的四倍 环境能甩他几条街 但规格非常统一 清一色黑门 黑瓦 红墙 连尺寸都相差无几 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看来 这里不允许违章搭改 每条街都长成一个模样 贺灵川也花了好久的功夫 才找到胡明的宅子 这人刚刚练好地流散 开门见到贺灵川就奇怪道 这磨走 你不练药吗 我用地流浆 跟你换一点练好的药物 如何 就尝一小口 第169章 灯堂入室第一步 胡明一呆 还从没听过这抹别致的要求 但这时 外头又响起敲门声 却是大风军校为肖茂良 派人通知胡明 小队临时增加了成交巡防任务 立刻出发 地流江夏了一晚上 赤帕高原有些生灵 被灌顶开支 难免躁动 大风军要出城寻备 防止新长城的妖怪 对田野和农庄造成威胁 军令如山 胡明也莫多想 随手取出药伞 居然是明黄色的 比贺灵川自恋的品香好多了 后者弯了绿豆大小的一颗 多谢 他倒了几滴滴流江 作为交换 胡明急道 我先走了 你自便 说吧 匆匆更衣出门 贺灵川服药后 还等了两课钟 可是身体什么反应 也没有 彭芙刚才吃下的 只是空气 实验失败 长效增益类的药物 对他无用 果然天底下 没有这种美事 哪怕早有预期 他还是惋惜的直探器 然后离开了胡明家 直奔公勋布而去 既然可以确定 帝流江对他无效 那就赶紧换军功去吧 今日在彭成署当职的 还是刘公曹 忙得一如既往 听说贺灵川 要上交帝流江 只把手一招 拿来 帝流江虽好 但这魔大个盘龙城 总会有人因为各种原因 不自己服用 刘公曹取针尖 从九尊挑出来一点江叶 看一看 秀一秀 然后对贺灵川道 有杂志 中下品 收了 依他计算 这一壶帝流江 折散的功劳 超过了贺灵川上一回 在细庆河谷断后救人 毕竟大风军救人的任务常有 而帝流江可遇不可求 这次的奖励与上回差不多 还多了鸡尾商药 内副外副的都有 贺灵川笑道 若是人人上交 岂非人人都可以再换回一套木屋 刘公曹一板一眼 这重东西 没多少人会选择上交 贺灵川看着他 常常哦了一声 是了 除了自用和上交 民间还可以买卖 功劳需要一点一点累积 没凑够也换不来想要的东西 我的屋子够住了 给我换成衬手的武器行不行 至少在梦里 贺灵川队住处的要求不高 从前玩游戏 别人冲前买时装道具 但他在这方面一毛不拔 哪一类 刀 他进入盘龙城都空着手 很需要武器来提升安全感 刘公曹去了后间 很快捧出一把还手刀 一块磨刀石 刀锋森冷 刀背上有两个小缺口 把柄也有些旧 末端还少了还扣 这把刀的主人 去年在白墨山牺牲了 他神色肃然 刀是好刀 望你善用 贺灵川提在手里 晚了的刀花 发现他很有分量 用起来也很顺手 多谢 我还想拿军弓 抵换鸡门神通 听说基础心法是免费的 刘公曹又坐回原位 朝外头盔挥手 出门 找对面的提振鼠 提振鼠在河边 严格来说 这个建筑 有半边建在河上 贺灵川一走进去 就看见了水轩 里面坐着两个老头子 一个黑衣 一个白衣 面貌雀长得一模一样 现在是晨十二刻 还早 又因为 昨夜突现地流江 提振鼠门可罗雀 贺灵川耳间 听着两个老头 正在嘀咕城内外 传回来的消息 有人捡到了 大团地流江高 结果引发林里歇斗了 矿山附近的妖兽 有异动 导致矿工受伤了 诸如此类 贺灵川上前献了个礼 说自己需要基础心法 老头上下打量他 你不是盘龙城人吧 我来自屠苏城 但已在这里落急 难怪 老头道 那要找张先生 先做测试 说吧 摇了摇旋在水面上的铃铛 铃铛离水很近 不过二尺 清脆的声音 传遍整个水轩 你下去站好 轩里有直接入水的坡道 河面被青绿的连夜盖去一半 带放的花苞 只在顶端掐着一点粉红 你来几个 蜻蜓停住不动 贺灵川刚站去水边 蜻蜓就忙不迭飞走 河水滑来一响 几根像蛇又像鞭的东西 突然从水下探出 向他卷来 贺灵川吃了一惊 下意识 往后一个大跳 跑什么 过去站好 老头子不耐烦 张先生还能害你不成 贺灵川也才看清 这居然是几条又长又粗的出手 根部比他腰还粗 顶端却又尖又细 不满吸管 触手后面扶起一个椭圆形的大脑袋 不光滑 长着一层 从向后翻的尖棱角 眼睛又黑又圆 比柚子还大 张 好大意投出手怪 原来老头说的是 张 先生 而非张先生 贺灵川听到一个声音响起 过来 我摸摸 人对触手的恐惧 深深刻在骨子里 但他也知自己无力反抗 只能硬着头皮往水边一站 几条触须又伸过来搭在他身上 软体动物特有的冰凉粘腻 裹得贺灵川打了个冷颤 他们比人手都灵活 将几人关键穴位一一吸住 贺灵川就感觉到一股阴冷的力量注入 丹田里的真气应积而起 飞快航便全身 根机还算扎实 也去了会狗 还可以 张先生一边对他抠抠搜搜 一边评价 嗯 筋骨坚实 啊 气血风吟旺盛 晶圆自满 可以可以 他声调很惯 以贺灵川的厚脸皮 都有点架不住 两个老头子 却不当回事 哦 那就是晶圆未现 张先生又在贺灵川周身各处 用力按了按 这才慢吞吞收回了触手 两个老头子走过去 三个光头凑在一起 嘀嘀咕咕 贺灵川听胡鸣说过 提振鼠会给修行者量身发放心法 但他万没料到 测试员居然是一头水生的妖怪 是了 盘龙城里不仅有人 可活在淡水里的章鱼 还是在高原上 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不过 这头怪物的八个爪子 可以同时照顾到一个人身上 几乎所有经脉穴位 全面掌握真理运行情况 人类真比不了 唯一的后遗症 就是西盘留下了几十个红印子 不多时 商议结束 老头子的口风统一 我们三人一致决定 子舞诀 盘龙城的公开心法有五 他们替贺灵川选择了子舞诀 贺灵川倾咳一声 其他四门法诀 我可以借来看看吗 对面又是一口铜声 不可以 以你的见识 怎知哪一步最适合你 心法混恋 有害无益 不该是你的 最好碰都别碰一下 我们已给九千多人 选过心法 无益出错 两个老头 一句接我一句 语气 语速 声调完全一样 若是闭眼去听 就好像一个人说话 张先生又滑入河道隐身了 一个老头子 去木柜里取了快玉姐 色给贺灵川 心诀在此 神念探入即可 贺灵川忍不住把玩两下 他在仙灵湖底经过一个仙人洞府 从里面也找出基根玉姐 但根根空白 未再有任何信息 想不到盘龙城用的也是玉姐 他以神念探入 果然里面有一篇完整法诀 虽然字体与现金迥异 但他全能看懂 一字不落 更神奇的是 他放开玉姐之后 那篇法诀 也依旧可在石海深处 历历在目 字字不忘 根本不需要背下来 这种复刻式的记忆 也不会出错 贺灵川暗自惊叹 这应该是上古仙人的发明 老头子向他交代一些注意事项 而后伸出手道 好了 还给我吧 别人也得用 贺灵川赶紧道 除了基础心法 我还想用军功换取神通 神通分座 数 五 两步 白衣老头指了指自己 我是银先生 管 五 不 他再指一指黑衣老头 他是满先生 管 数 不 神通无分好坏 只有适合与不适合 银先生道 你炼子舞绝 适合以舞入道 后期融会贯通 再习些竖法不迟 满先生点头补充 只要你多活些日子 当下银先生给贺灵川 列出了长长的书单 后者看得眼花缭乱 觉得这个也很好 那个也实用 银先生才道 你积攒的军功 只够换取两个神通 那你在我面前 一字排开上百套功法名录 是几个意思 贺灵川笑得千功 银先生教我 对战的根本 无非是两点 能打 能跑 银先生威意沉吟 我给你选一门身法 称作 雁回 你若能练到雁子般清零 此术就趋于大城 满先生也道 初级的术法 讲究扎实 打好根基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莫说他简单 红将军也精善 雁回 知数 贺灵川眼睛一亮 红将军也练这个 当然 这是他亲手欲钞 陆入欲减的 要了 不过贺灵川回头一想 指了指功法明录 那 红将军 一共陆入了多少门神通 十八门 满先生也不瞒他 余下的 你换不起 贺灵川更加神旺 那就麻烦银先生 再帮我找一门能打的神通 银先生看看他腰间长刀 转头和满先生商量几句 而后道 那就选 浪斩 爸 老头子站起来 又去那间藩找半天 才抓着两枚玉剪出来 贺灵川接过来 陈兴静念记好 再恭敬地还给人家 满先生在一边道 等这两门学金了 再来找我吧 术法配合五道 可见其功 对了 钟大人要求问仙堂 要时常请高手开课授业 多听总有收获 银先生额外补充一句 神通术法虽好 只是外力 决定成败的关键 往往在于二星 贺灵川肃然 请先生指教 心法 心静 银先生道 心法需要勤学苦练 心静需要出生入死 经过大小几场战役 贺灵川对这两句话 也深有体会 当下恭敬谢过 转身离开了提振术 跨过功勋部的门槛 他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 老龟妖留下的寄语 要求他现实里藏风手桌 那么 他登堂入室的第一步 就从梦里开始吧 先灵 卷到此结束 下一章进入新篇 第170章 任清 红川江面上开始飘雪的时候 贺春华的侧印军中鱼城船 抵达了石环城 熙熙攘攘的霍站 人声鼎沸的码头 天南地北的腔调 让出下船的众人 立刻感受到 这里与我灵官的大不同 石环城是大渊腹地 最重要的关卡之一 距离国都只有15里路程 荡出红向前的起义军 如果能在卧林官顺力度 将西进 从石环城登陆 那就相当于一把匕首 直接扎进冤国心脏 再往里捅破都城的大门 就敢叫日月换星天 不过 历史从来不说 如果 侧印军远渡而来 舟车劳顿 下船以后 赶紧找地方 先歇一歇 天子脚下的石环城 作为水路枢纽 异常繁华 纳经这几百人 轻轻松松 奔波20多天的将士 终于有热炕可睡 赫灵川更是听父亲叫老末 去订客房时说 不着急 多订几天 赫春华自己心里记挂一事 到客栈后 先运笔修书一封 让管家老末送出 自己才去沐浴更衣 吃茶用饭 赫灵川这几天的心思 全放在修行上 胡乱干了几碗饭 就要往外走 不宜应夫人 带着朱氏迎面走来 后者见到他 面含微笑 谦谦行礼 赫灵川是就他出狼窝的 第一恩人 他对这十来岁的少年 礼数格外周到 赫大少鼓掌 朱姐姐当真漂亮 今年有什么喜事 朱秀过去今年 劳累搓沫 脸也黑了 手也粗了 人瘦如竹 赫灵川在仙灵村 陷到他时 他的精气神都很差 不过 他毕竟只有二十出头 气机蓬勃 跟在应夫人身边 不限天仰了几日 脸色渐渐红润 下巴也摸那摸尖了 这时他淡扫胭脂 换一身好衣装 虽不能比富贵人家的大小姐 但已跟当时的村妇 判若两人 朱秀咬了咬唇 还没说话 应夫人以接口问道 你急吼吼 要上哪儿去 出去买点东西 买什么 豆腐 应夫人挽着朱秀的手 瞪他一眼 天还没黑 酒喝多了 赫灵川挠头 我就去市集走走 不会节外生枝 话间刚落 管家老末快步进来通报 老爷夫人 贵客上门 赫月刚好走出来 与兄长队视野 军感奇怪 自己一行刚到十环城 屁股都还没坐热 怎么就有访客了 来者一行三人 都用斗篷附住头面 后面还跟着几个奴仆 他们踏进客栈包房 跟朱秀打来的照面 这两边都待住了 一动不动 贺灵川突然明白过来 紧接着 一名客人扯下斗篷 颤声到了一句 秀 就扑上去抱住了朱秀 这是个年近四旬的中年美妇 武官与朱秀有几分相似 另外两人也拖了照帽 却是一对年老夫妇 病发斑白 衣袍滑贵 眼里都含着热泪 朱秀与母亲相拥而泣 转身右头到二老怀中 悲声道 祖父 祖母 秀回来了 老太太也忍不住哭出了声 老人犹有病容 却拍着他的肩膀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他的目光扫过室内其他人 当即转向贺春华 这位便是下周贺总管 贺春华正色道 朱大人安好 眼前这位老人 正是太仆四卿朱西岩 他对着贺春华 一躬到底 笑儿能回家 贺总管于 我家有大安 贺春华回礼 驻天伦重聚 贺某分内之事 而后 他率家人退出 将这一方小厅 让给了失散七年的朱家人 贺凌川此时方之老爹 写信给朱家 换他们来认清 朱家的本家 就在十环城 在这里能上诉四代 朱西岩本人平时也住在这里 只有王庭要开朝会 才进都城 无论哪个王朝 文武百官 积极一堂的景象 其实都不常见 皇帝要找谁 私下拉来开个会 也就完事了 不爱心事动众 皇帝也是人 也嫌麻烦 过去一年 大渊有天灾 有人祸 可百官朝会 一共也只开了四次 朱西岩 年纪也大了 最近又染风寒 告病在家 可他接到贺春华的书信 就坐不住了 戴莎儿喜赶了过来 至于朱秀儿的父亲 三年前就过世了 过了两课多钟 朱家人的情绪 才慢慢平复 朱西岩 也是庙堂里的老人了 转头就出来找贺春华 先狠狠表达一番感谢之情 而后才问起这一切缘由 贺春华字不相瞒 一一道来 朱家三人听得目瞪口呆 两久不能作声 朱秀儿在一边抹着泪 若非贺大人一家仗义相助 女儿早被贼军杀害在仙灵村了 应夫人笑得欣慰 贺凌川暗中竖起大拇指 针上道 朱秀儿的祖母孙玉华 几度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问道 秀儿生的那两个孩子 在哪儿 孙女生了两娃 他们在这里也莫瞧见 贺春华方才所言 更没提及两个孩子的下落 应夫人叹道 秀儿截破敌人监济 贼军拿孩子报复他了 朱秀儿痛哭失声 朱秀儿夫妇面面相去 都叹了口气 罢了 人回来就好 孩子以后还会有的 朱秀儿又对贺春华道 贺总管 我有一事要拜托你 贺春华站了起来 不妨屋内详谈 接下来 朱家的女眷仙乘车回去 而太普四卿 则与新任的下州总管 贺春华入屋关门 另做商议 朱秀儿 拜别应夫人和贺家两兄弟 红住眼眶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待朱家的马车消失在拐角 贺月才喃喃道 我怎觉得 太普四卿对于曾孙的死 不怎伤心 你没决错 他们松了一口气呢 贺凌川拍拍他的肩膀 老弟还是太年轻了 以绝后患 这对朱家才是最好 这一家人 心里都明明白白 包括朱秀儿 热闹看完了 贺凌川按了按脖子 往外走 我去办事 夜间必回 太阳落山时 贺凌川就回来了 而贺春华外出未归 母子三人共进晚饭后 贺凌川就打了个喝欠喊困 要回屋休息 先前在狭小的船舱窝居多日 兄弟俩来到十环 就不想再委屈自己 各要了一个大客房 贺凌川反手拴门 从储物界中取出两支玉瓶 今天傍晚 他在城里走了一圈 买了些药材 就在药铺里熬成晚饭 心入手的 子五诀 很有特点 不管 你凭识练什么 但在席诀初期 子五两识尤其重要 子识未一天阴气最重 五识未一天阳气最旺 贺凌川要在这两个时辰运厥绝练功 采阴阳二气收尾己用 当时他看到这般介绍 就很惊讶 因为此时还好说 月华一向是修行者与妖怪 采阙的重点 但白天的太阳真火 就不是谁都销售得起了 轻则走火入魔 重则引火自焚 这都有无数血淋淋的先例 不过他细看法诀 才知道 他并不要求初学者 直接采集阳火 而是在子 五二识各服下阴散 阳散 借助天时炼化 本来魔 写取天地灵气来修行的办法 最是简单稳固 但也最慢 即所谓的久久未功 人的寿命等不起 才要发明各种技巧 借助各种药物来快速突破 当然 这里面也有两种药散的制作方法 贺凌川傍晚 就是采买这些去了 作为所有盘龙城居民 都可以学习的免费刑法 此五诀 得初期配药难度很低 所用的都是各大药铺的常见药材 价格也很白菜 但这难度是逐级提高的 连贺凌川望见后面的药方都炸舌不已 难怪军工纳膜重要 有些药材在盘龙城根本不是钱能买到的 贺凌川比盘龙城人幸福一些 他生活在资源相对丰富的渊国 但有些药物的价格 就算他能把贺家所有产业全部变卖 恐怕也买不起啊 修行这么花钱吗 贺凌川觉得自己身上 富二代 得人设立不住了 好在眼下 他还没有这种烦恼 初学者的药物 甚至可以用药罐子煮出来 贺凌川蹲在人家药铺后堂等住的时候 就心想 早晚还得弄一个丹炉 这就是丹打独斗的坏处了 盗门弟子麻烦少 丹有人炼 气有人造 服有人化 宗门各种配套齐全 安心修炼就好 贺凌川模 事无巨细 全的自己办 炼丹炼气 都要注重手法 火候 都非一蹴而就 他的麻烦还远莫到来 那模 接下来他就练习 牵引术 来做影子 一旦子时到来 就先吞一记音散 再席 子舞绝 这个时段的要点就在于 引动外界及玩伞内的音器 进入足底涌泉学 这是距离心脏最远的位置 又与地面接触 是一鹰气化蛇 专走鹰里 这是自下而上 到了明日午时 再服阳散 引阳气入山中学 专走阳晶 这是自上而下 何时这鹰阳霜蛇能在气海里汇合 就说明第一阶段工程 此舞绝 最有趣的一点 练习时不要求正经微作 五星朝天 只要保持气机循环即可 因为子舞这两个时辰很特殊 人要磨再忙 要磨再睡 贺灵川练足了一个时辰 然后睡着了 在梦里 他又进入了盘龙城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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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